独行侠与森林狼的季武 冬季奇没有再给狼队任何机会 从第一秒开始就火力全开 直接骤晕了森林狼 这是实力的碾牙 是霸王色霸气的震慑 他今天的表现就像是一头饥饿的猛虎 对面是狼还是羊 着以洒洒分不清楚 就是虎口一开大口咀嚼 鸣鸣苏达森林狼 秒变鸣鸣苏达哈士奇 那是毫无还手之力 一阵风卷缠云之后 狼队毫无悬念的败北出局 而冬季奇也是毫无悬念的 全票当选了西部决赛的MVP 我经常讲 今年西部的难度 好比白榜战神户殴 而东部的难度 好比人机就是捡人头 那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且冬季奇一路以下客丧 从第一轮就击败了 真冠豪强快船队 尽管对面伦达德没上 可是能够击败权力登掌斗下的快船 这也确实是冬季奇奇的实力 我有点不服和懊悔 可也要对冬季奇 表达高度的肯定 承认别人优秀 在我这里 没有那么难 二哥就是这么一个胸怀广阔的人 不像广大挨酷 六调王体系民主斯蒂芬 年年挨打 年年不服 被决金连续两年横扫 能说出囚风客决金 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被胡人附加赛分区半决赛连续淘汰 还要叫嚣放狠话 被快转太阳双双三比一 输了当没输 赢一场 马上出来舆论碾压哈登杜兰特 这就是哀哭 紧脸照铁面皮的功夫 天下无敌 说回戏绝的东哥 今天他也是全票当选了戏绝MVP 这点 与对面的塔同姆 可谓是高下力判 塔同姆在冬决MVP投票中 只获得四票 最终太子太父杰伦布朗当选 躺的那叫一个舒服 反观东季奇 戏绝五战 两次砍下超级三双 一次决赛 多次关键球 场军三四 二点四分 九转六板八点二不攻 二点二抢断 简直是天神下凡 值得一提的是 都说东季奇防守不行 都说季后赛要点名东季奇 可是今年季后赛 面对他的单打选手 每个回合只能得到零点八分 其高大的体型 和出众的篮球智商 当他想要防守的时候 没有人能在他那里套到便宜 点戈战术确实可以 可惜点东战术打不起来 东季奇的天赋 不是六条王体系名中斯蒂芬 这样的球员能够相提并论的 分区决赛打完以后 今年季后赛 我的预测成功率 已经提升到了76.9% 如果总结赛 我再次预测正确 成功率将达到77.77 循环 与东季奇的球一号码 刚好吻合 由此可见 独行侠灭掉卡尔特人 可谓是天命所归 去年纪归